Hello 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先在这里祝各位酒鬼新年快乐 拜个早年 那一说到过年呢 我的肝就开始微微颤抖 已经有点疼了 总觉得年夜饭上呢 喝酒是躲不掉的 那长辈来一句 你这不喝呢 就是不给我面子 你有对象了吗 你结婚了吗 朋友呢也会来一句 你喝剩这么多 你养鲸鱼呢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喝酒呢 成了社交的必备环节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 还有FOMO情绪 就是觉得自己不喝 不能融入这个圈子 怕以后别人不跟你玩了 所以呢硬着头皮喝 现实就是有些人 他真的就是一杯倒 喝酒过敏 喝酒胃疼 正在吃药 明天有事 对象不给 回家给妈打断腿 诶 这是punch line吗 讲中了扣衣 欢迎在公屏上继续补充 我呢虽然也很爱酒 但是有时候我会让我的肝 适当的休息一下 那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讲一款 我平时戒酒的时候拿来解馋的 以及我不想喝酒又不得不喝的场合 拿来烂鱼冲树的 五酒精勤酒 那什么是五酒精勤酒 是怎么做的呢 是真的好喝还是交智商税呢 节目的最后呢 会教大家调一款 非常简单 而且呢 很适合去搭配火锅的 五酒精鸡尾酒 发布都说马上开始 那今天要说的这款呢 就是 是C-lip的五酒精勤酒 它们家呢一共有三个口味 是柑橘香料 还有草本 我今天买的这个是 草本的花园108 我之前呢在朋友家被他安递过那个柑橘味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所以呢我就买了另一个口味 来跟你们一起做测评 那说到C-lip这个品牌 它是由英国的一个小帅哥 Ben Branson 在2015年创立的 那他当时创立这个品牌的初衷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他去餐厅每次点五酒精鸡尾酒 不仅遭到人家服务员的白眼 而且每次给他上的 不就是什么柠檬汽水啊 要么就是很甜的粉红色果汁 上面插一个樱桃 所以他在想 如果他可以创造一种鸡酒 给那些不喝酒的人 但是同时他们又可以享受到 鸡尾酒的味觉体验 他就开始在自己家的厨房捣吃啊 用他们家后院种的那些水果 跟草本来调配他的配方 那你会想这五酒精勤酒 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看他们官网说的是 他采那些草本跟水果 把它分开泡在水里 大概六周之后 再把它放到铜壶里面进行蒸馏 最后呢再进行一个调配 我怎么感觉我被骗了 这不就是水吗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可以在公屏上猜一猜 我平时喝热的都是直接拿去做鸡尾酒 从来没有纯饮过 大家猜好了吗 这一瓶五酒精勤酒 他花了我三十刀 大概是两百多人民币左右 觉得会买的扣一 我去了扣二 那说实在的 这个价格比普通行酒 还有波本都贵了 我们来试试纯饮 从官网上说 他用的材料呢 是青豆 薄荷 甘草 百里香 迷迭香 还有一点点啤酒 哇 那是会有啤酒的味道吗 我发现呢 它是无糖 无卡路里 这简直就是不喝酒 又怕胖的女酒鬼福音 不茶 不知道 我一茶真的是细思极恐 我们平时喝的鸡尾酒呢 大概都在两百卡左右 大家很喜欢的长岛冰茶 Guess what 四百卡 大家知道最高卡路里的鸡尾酒 是什么吗 嗯 是皮纳克拉达 耶铃飘香 大概是七百卡左右 哦 哇 好重的那个甘草跟豆味 还有点柠檬草那样的味道 我没有闻到那个啤酒花 我先试试 呃 我们 我们来调酒吧 在刚刚的体验 我无法用言语跟你们表达 那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用这个五酒精勤酒 饭食流糖浆 汤沥水 还有我刚刚先炸的一个柠檬汁 那么装饰的话呢 你可以用迷迭香 百里香 那先往里面加入大概45毫升的 五酒精勤酒 再往里面放入15毫升的柠檬汁 看你喜不想喝酸吧 你可以多放一点没关系 再往里面加入我们的汤沥水 黏着这个勺的边边往里加 轻轻的勺子提一提 然后最后加入我们的 三石流糖浆 大概20毫升左右 最后趁我们迷迭香不注意 给它拍一下 放上去 那我给这一杯起名叫做牛气冲天 让我们冲走2020年所有不好的 迎接新的一年 今天这款牛气冲天呢 我觉得你可以搭配任何火锅 比如说什么清汤 菌汤 麻辣 椰子鸡 或者是超山牛肉火锅 因为呢 它很解腻 还很解辣 我觉得这个拿来调鸡尾酒 是真的还不错 你能喝到很多草本食物的味道 有真的在喝鸡尾酒 但是它是五酒精 不会让你上头 那我知道屏幕前很多酒鬼呢 今年不能回家过年 但是呢 就算如此 你们也要好好的对待自己 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 那如果懒的酒鬼呢 你们可以去点一个豪华外卖 支持一下外面的餐厅 那我其实也有很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我都想不起上一次回家过年是什么时候 那我这一年下来 我觉得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 那在遇到很多事情 自己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呢 能改变的就是你的心态 你要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的 只是时间问题 祝酒鬼们有一个特别牛逼的新年 新的一年酒气冲天 哪不得 牛气冲天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三年一个下周情人节 大家想看点酒装逼宝典吗 想看的在下面点赞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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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